大和蘇師傅 你好 蘇師傅 慢著慢著 第一個問題 我經常聽人說 電腿對著大門 是不是不好的? 什麼千奇百貴的問題都有 有些說對著房牆不好 對著人家的屋不好 對著升降機又不好 對著閣又不好 對著閣又不好 不是啊 師傅 衝啊 直衝啊 衝一定是壞的 開了升降機之後 氣密大就直衝入屋 如果那間屋好的就很快 那間屋是壞的 對 就烏敷開了 這樣 那這裡算不算很快 算了 我量過門口了 大門東北偏東 旺巢旺丁 九十分 九十分 還加速 錢也入得快 好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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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你的廚房 對著廁所 風水大忌 廚房是熟的 關門再說 關門再說 不要讓旁邊的屋住 怎麼大忌 廚房是熟火 就屬於深眼皮膚血液循環 廁所屬於神旁肝鼻力胃筒 叫水火膠戰 隨便死 尤其是年輕人 最怕是神規 可以 我真的怕 怎麼辦 怎麼化解 化解也不用怕 好像你們 每天都凍在這裡 人有氣場 那大王靠你 凍在這裡 鋪著氣就沒事了 那如果不凍在這裡呢 不凍就唯有靠植物 門的左右角 吊兩盆植物 植物又有氣場 植物擋住 水和火隔著 水深木木深火 就通關 二來只會有氣場 中間隔著 氣就不會沖到對面 那會不會很容易敷位 是啊 因為真的有煞氣 你去試驗一下 你釣過三四棵 就死得很快 你發現三四棵之後 它真的養得不死 煞氣就擋了七七八八 嘩 又學到東西了 這裡扣你五分 這裡扣你五分 只剩八十分 不要說那麼多 這裡門口衝進來 你說沒事吧 對 但是門口直衝到那裡 來 先過去看看 師傅 就是這裡 這裡的植物 直行一條線 就衝出窗口 這個數目 怎麼計算 大王你不用擔心 我早就計算了 所以我放了一盆植物 就可以擋住它 讓財物流走 那盆植物是你做的嗎 是啊 你真的很聰明 不如是懶聰明 哎呀 因為如果大門對窗漏材的話 它都出了街了 錢都出了街 你怎麼回頭 腹水難收 對 有全屋中間的位置 任何位置在中間擋才有用 就是我這裡也要旁邊 那擋了有什麼作用呢 衝過來遇到植物 那些氣就沒得走 就會回頭進入屋 都出了街了 有什麼用 難怪存不到錢 那也沒關係 其實我初初看風水 每個風水師傅都說開門對窗漏材 對 不過經過幾十年驗證之後 流什麼鬼 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樣 是 是 穿堂 穿堂 就是說死人倒樓 哇 我們現在香港的屋子 每一間都死人倒樓 這個又不用避 又不用擔心 完全沒有問題 但有一樣 師傅 由這裡 騎樓看出去 很開陽 景觀很闊落 想請教一下 風水遇著這些 這麼寬敞的境 是什麼好風水 通常來說 就舒服一點 風水要計算方位 對不對 方位怎麼計算 七雲八雲九雲 空曠或路 或海都當水體 現在2004到2024 八雲就特別往西南水 這裡呢 西南 食刀車 所以這個才是有利財 即是它很多車 所以都是水 你不用看車 因為高層 高層不用看下 空曠的地方是當水體 所以你看到空曠就是當水體 就是當水 這裡走到什麼時候 走到2024 兩年 都很足夠你吃 夠了 師傅 還有什麼提點 外面有什麼要注意 有沒有高樓 尖尖 這裡看出去 剛才看過沒有什麼要留意 如果你住高層 就比矮層好 六樓以下就要看馬路 看屋頂 高層就很少看到屋頂 主要看什麼 有沒有大的洞土地盤 或者鼻雷針有沒有對得正 主要看這兩樣東西 如果沒有就沒有問題 蘇師傅 現在 緊角是多少分 不 你現在大門向東北 是壞的 選材雙丁 不過不用怕 東北偏了東 旺材旺丁 旁邊 不用怕 本來有90分 不過廚房對廁所 扣了你10分 一邊5分 扣了你10分 都會有80分 都會有80分 好 除了廚房對廁所之外 有沒有說哪些位置是空位 有的 是你爸爸父母房和你的房間間的中間位置 你的腳踩住的位置 船空最壞 所以不用怕 什麼腳踩住的位置 對 他剛剛睡覺 就把床的腳下半身的空位 这个是不害怕的 就是窗下面那里 对了 腰以上才会害怕的 父母的房间躺着桃花 但我本身也很重要 不怕 那些不会生病的 躺着空位 而且你这么年轻 通常都耐热一点 撑得住 阿焦就是父母的房间 桃花很重要 没错 没错 很棒的 特别是你的人缘 那我要黏在那里了 你偶然黏在那里睡 你是人缘 真是要 就是这样 房间是父母正在用的 它又不是在用的房间 那对它有什么好处 也有用的 因为不理你是不是在用的房间 譬如你跟人聊天的时候 就在桃花那里聊 因为这间屋属于它的 不是 这间屋无论任何人都 在桃花位你用得到就有用的 是这样的 就是它要聊的时候又怎样 桃花是重要的 就要进入房间聊 进房间是吗 但是钱也重要的 你坐着就在财位了 一聊到钱 桃花前就要在财位了 等等 等等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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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财位 整间的九份一 九份一 才包含我那里 包含这个位置 九宫隔地分开 对了 是的 东围财位 那就是说 你要谈东西 去爸爸妈妈的房 对了 要赶到比赛了 谈很多生意了 冲出来这里 没有走 没有走 对的 有时候老板也是的 他又扮桃花位又扮财位 谈东西是桃花位 一谈钱就去财位 没有 可以拍在一起吗 为什么他经常都 他有时刚刚的位置 有时刚刚的位置分开 这次就分开 这次变成桃花位 稳定位、财位 就分开了 所以要走来走去 这样 我们的警局就说得清清楚楚了 榴莲怎么看他的命呢 我们进去居家房间看看 好 师傅 是 房间又怎么看呢 哎呀 琴在这里 你有没有弹琴作曲的呢 以前是有的 是 有就真是乌呼哀哉 什么 你这个位置是住屋的空位 病位、癌救位 什么位置 你作曲如果受欢迎 也算不奇迹 就是做什么都不好 我还会放银包 那些东西放在这个位置 银包放空位 都容易不见钱 那我可以放些什么 这个位置 放死物 健身器材 或者你普通那些不用的东西 或者放衣服 衣柜就对了 放衣柜就对了 作曲 拖回你的头发位 或者财位 可能会更好 然后放在父母的房间 对的 另外有一块镜子 在我的床旁 有没有影响的 那个问题不大 最重要是床尾 不要有镜子 就容易被吓到自己 看到日头那么坏 床头不要有镜子 容易头昏 那你床旁 你的头不能睡到那边 那其实不是很影响的 好的 师傅 这里就是我父母的房间 我最担心的是健康方面 这个房间健康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开门旁边 我们不放在床头 这个就放在床头 容易睡 但情绪不稳定 是 睡里面 就还了压顶 那又怎么样 还了压顶 因为气液到凉 会慢慢打下来 睡得干 三五七年 慢慢摘摘摘摘摘 身体就不舒服 那怎么办 怎么破解 这间房间我刚才看过 因为香港够大 你把这些桌子 推到窗边还凉底 你看 你把床推过来 贴着桌子 床头睡到这边 那就全部完全没问题 脚就对那边 对了 因为这边稳定 对面是桃花位 所以他们睡不到桃花位 脚踩着桃花位 师傅 你不要说了 我的时辰八字 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最适合我的 你也看过了 你熟墨沙秋天 气流逐渐寒冷 要火来照你 墨尼深火 床头用东南颜色 用青露红橙子 OK 不过看看 好像没有样对你的颜色 你父母就对了 你父母两个都在夏天出生 都要白金银黑灰 难怪只有你一个人病 原来只有你不合蚌色 还要不止 今年的大病位 在你的房门口 厨房中间 你天天见大病位 就躺在房间 所以就常常病了 可能你特别不耐心病 现在你年轻人都没有父母 这么耐心 这间屋是否合不合我父母退休 之后再住进去呢 其实要解决了厨房对厕所 这个最大问题 对 因为那个是特别不理身体 是 这间屋有90分 扣了有80分 其实年纪大或者年轻人睡 年纪大或者年轻人睡 年纪大就是身体 其实年纪大年纪小都适合住 你不是打算和她一起住吗 以后也想问 除了老婆之后怎么办 是的 我应不应该继续和家人住呢 那看老婆是否肯定 这个跟风水没有关系 如果家里有很多杂物 会不会影响风水呢 家里风水不是说整不整齐 是说方位的 不是说整齐就好风水 那如果个人整齐就好风水 那如果个人整齐就好风水 那就不用看风水了